名门家训 肯尼迪家族教育子女的实训 家训是家庭对子孙立身处事 持家置业的教会 家训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个人的教养原则都有着重要的约束作用 家训之外 其他名称还有 家界 家会 家约 一命 家规 家教 肯尼迪是美国 影响世界的伟大总统 他的家族成功背后 隐含着丰富的智慧财富 这个伟大家族的教育子女的方法 也被世人传送学习 名门家训 肯尼迪家族教育子女的实训 一 亲手制作孩子的育儿日记与读书记录 然后对此进行彻底检查 二 帮助孩子培养遵守时间的好习惯 三 父母要经常向孩子讲述 他在事业上所发生的故事 四 吃饭时要形成一种自然和谐的讨论氛围 五 教授孩子 取得第一名成绩的人 不会被人无视的世界法则 六 当孩子遇到困难时 家长要站在孩子的角度上 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七 让孩子进入名牌大学 进行学习 使之获得最好的人脉关系 八 让孩子明白 起初的笨拙与不适应 将会通过反复努力 而变得熟能生效的道理 九 告诉孩子要树立远大的目标 但切勿及早 必须循序渐进 才能取得成功的道理 十 父母与兄弟姐妹之间 要形成一种和睦相处 互相帮助的良好家庭氛围 播报完毕 谢谢收看核导电视